我给大家讲解HU87的开启读尺方法与做钥匙 这款锁是十个尺位 点火是四个尺位 一二三四 但是这款车的车门锁是 二至八 点火里边多一个一多个九十 这个时候我们读出来车门锁 按做好钥匙再到库里边去查 一和九十 一下它就查出来了 这个就查出了一条钥匙到欧宝库里去查 到Operil 到Operil里也行 到零幕里边查去也可以 下面讲工具的使用方法 开启方法 插入工具 首先测试尺位 一下面是二四六八 上位是三五七九都没有 我们向车 我们向车 车尾方向开启 是顺势针 车四二 不动 看手法这样 车四 不动 翘 车四 动了 四 六不动 看四的动作 测试 看六 六不动 看我在翘的时候 这个推杆 回的那个动作 和翘的动作 好 可能二号掉了 好 开了 因为这个锁为什么好开 它的四号我也太多了 二 二 二 四 二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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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 四 二 四 二 二 四 三 三 四 四 四 三 四 四 四 因为这一款平持钥匙 两个边是完全一样的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四 二 四 四 三 二 四 四 二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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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1尺位和90尺位到数据库里反查 得出号以后 这个钥匙就完整了 完整了呢 按照查完的数据 直接剪除一条钥匙就可以开启点火 两边是完全对称的